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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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回来你就变成醉猫 你说 你是不是故意的 是不是故意的 是不是故意的 我还不如乱老白杆呢 殭奋 客人 客人 börj 切 and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好 当家的 休息休息吧 该吃早饭了 好 玉瑶 刘萱 徒弟们呢 他们怎么都没有来练功啊 他们都上学去了 那就好 来 走吧 好 秦先生 秦先生 大厂门呐 是您呐 老朽啊 是天天等夜夜盼 就盼着您早点回来 向您告辞 告辞 先生 您要去哪儿啊 能去哪儿啊 没地儿混饭吃了 只好冲操就业 到街上摆个挂摊 给人算命去 先生 您说实话 是不是我齐家 亏待了您 不不不 那倒没有 那就是 我的徒弟不听你的话 倒也不是 既然不是 那先生 您为何要离开 齐大掌门啊 您看看 这不离开又怎么办呢 这学生都跑光了 三天都没来上课了 什么 三天都没来上课 柳全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是说他们都去上课了 是 上课是上课 可他们全去国民小学上课去了 那谁让他们去 我让的 当家的 是我让的 怎么了 你终于露出真面目了 你是要跟你哥哥联起手来 与我作对上诗 这话是怎么说的 本副县长 要把我的威政司司给停了 要办国民小学 那时候我就没有答应 后来你哥哥 他主动拔接县太爷 甚至自己出钱要办国民小学 还跟我打擂台 有比较才知道哪个更好 这是好事啊 这哪是好事啊 司书先生要教学童 这是几千年留下来的规矩 那个国民小学算什么玩意儿 凭什么按东洋人的规矩 去办狗皮学堂 玉阳 你跟我走 去哪儿啊 跟我去国民小学 去把我的徒弟全部叫回来 让他们跟着前些这场课 大掌门应兵 老朽佩服不已 走 玉阳 这就是国民小学 是啊 当家的 你看 这国民小学的大门 气不气派 门面还有什么用 绣花枕头 以包糠 嗯 玉阳 走 同学们 看这个 这个 就是我们世世代代 居住的星球 叫做地球 当家的 不要让人家觉得 咱们两个不尊重老师嘛 听听再说吧 这里 就是我们的国家 中国 我们国家的东边是 朝鲜 日本 北边 就是苏俄 西边翻过喜马拉雅山 就是印度 在我下看 南边就是我们南中国海的 各个岛屿 玉阳 这不是误人子弟吗 怎么了 他说的不对吗 当然不对了 谁不知道这天原地方 泱泱滑下的中央 他这到底是从哪里请来的草包老师 居然还说 这个地球是圆的 这不是在扯淡吗 也 也是啊 如果真的是个圆的 那我们不天天都头和脑涨的 再说了 这个球是圆的 怎么做 要是一个人转到了球下面 那这个人还不是得掉下去 不行 我不能让他再继续误导我的徒弟了 当家的 就像这样 师父 先生 不好意思啊 这位先生 你是谁 为什么要乱闯我们的课堂 先生贵姓 免贵 我叫李东宁 你就这么昏迷我的徒弟 你跟他们说 我们就住在同一个球上 而且这一个球 一直转来转去 这什么鬼话 先生 我们现在正在上课 你有什么事情 下课之后我们再说 好吗 不行 我不能看着你 误人子弟 我们可是住在神州大地上的 天元地方的 我们也不可能 像你说的住在 转来转去的一个球上 师父说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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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 站起来的学生 都是你的徒弟吧 正是 在下是威胜镖局的奇招 这次特地前来 是来跟你理论的 那好了 齐先生 我问你 您知不知道 在无边的大海上 如果我们先发现一艘船 最先看到的是什么 这个我知道 我们会先看到桂杆 再过一会儿呢 我们就会看到船 没错 但是 我们为什么会先看到桂杆 这 这个我不知道 是因为 地球 它是一个圆球 是一个特别大的圆球 大到我们肉眼 根本就察觉不到 所以我们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 发现一艘船 最先看到的就是围杆 师父 你是叫我们回司属吗 怎么 你们不愿意吗 为什么 司属里讲的都是老古董 这里讲的是新鲜的东西 我们习惯学 你们全部都站起来干什么呢 你们不怕人家先上笑话 说我们威圣标局出来的人 都不懂规矩 来 坐下 那儿 再来 二位自便吧 给我 真好玩 给我 上课了 走 同学们 今天我们开始上化学课 首先呢 我们先讲讲什么是空气 简单地说啊 空气就是我们鼻子吸进去的气体而已 但是啊 不是我们用鼻子把空气吸进去这么简单 我们呼吸的空气里面呢 还有大量的氧气 同学们知道吗 钻过山洞或者下过地道的同学们 应该知道 有的时候我们会头晕目眩 甚至呼吸困难 那是因为山洞里的氧气十分的稀少 一般啊 这个盗墓贼在下古墓的时候 都会点燃一根蜡烛 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不知道 因为啊 古墓里的氧气比较稀薄 蜡烛呢 是需要氧气来点燃的 如果蜡烛突然间灭掉了 证明古墓里的空气没有氧气了 他们就要尽快离开那里 以免生命有危险 所以啊 我们下面呢 就来学习什么是氧气 氧气的组成和氧气的来源是什么 好不好 好 好 大少爷 咱们的人回来了吗 大少爷 大少奶奶 大少奶奶 大少爷 难道 是先生不让咱们把孩子给领回来吗 不是 那 那是国民小学不让回来 就让他们继续在国民小学上课吧 这 这怎么行啊 这 怎么不行啊 我徒弟他们这样挺好 我都想抽空过去上课呢 那 那咱们的司叔不就黄了吗 司叔啊 那 那钱先生怎么办 账房先生不是成病了吗 你就让 钱先生先去账房帮忙算账吧 每个月多给他加两块大洋 不要让人家寒心了 当家的 好啊 玉儿 你怎么了 我本来以为 当家的你是个死脑筋哪 刚才差点吓死我 我真怕你大闹国民小学 我又不是鱼木哥的 再怎么说 我也是从京城出来的 我还知道 古为今用 杨为中用这个道理 还是大少爷有学问 如果早知道 这国民小学 是这个样子的话 我早就把这个司叔啊 全都变过来了 当家的 那当初干嘛非得要办司叔啊 我是听说 学校要采用东洋人的教学法 就很生气 你知道吗 当年八国联军 在打进北京的时候 这东洋鬼子 就占了一半 我们的紫禁城呢 就是东洋鬼子 用人梯爬城墙给攻破的 得了 这些沉芝麻烂骨子 咱们不提了 雷犬 早点备饭 咱们吃完饭呀 我带你出去逛逛 好啊 好啊 玉瑶 带我来这干嘛 我带你来看我妹妹 你什么时候 帮上了个妹妹 你去关外鸭镖的时候 那她住在哪里 就住在里面 走吧 妹妹 姐姐来了 我来看你了 姐姐 这位是 这就是我们威胜镖局 大当家的啊 奇招 幸会 小女子一丈红 见过其他当家的 一丈红 好像在哪儿听过啊 哎 就是我哥哥嘛 他给你提过 他不是说让你纳七爷 给你提清吗 说的就是我这位妹妹 荒唐 奇大当家的 小女子 久闻江湖传言 奇大当家的 在方圆百里 武功都是第一的 小女子也学过一两招 今日 想跟你讨教讨教 好啊 我最喜欢看别人比武了 太好了 哎 哎 当家的 你今天没有带兵器 怎么过招啊 奇某今日 不用兵器 徒手应对 姑娘 你就放马过来吧 那小女子就得罪了 报仇的机会总算来了 对 请你保佑我 诛杀刺贼 小小丫头 居然有杀气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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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跟谁学的功夫 都是花拳绣腿 中看不中用 那我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 哎 哎 当家的好身手啊 姑娘 你这不是在讨教啊 简直是在搏命 不搏命 你怎么可能晾出真功夫啊 姑娘冒犯了 姑娘 没伤着你吧 没有 姑娘 你本名叫什么 我叫陈青霖 你觉得那个仪仗红怎么样啊 我觉得她长得够俊俏 而且挺有性格的 说是向我讨教 可是啊 她出手招招够狠 根本就不客气了 这不说你喜欢上她了 漂亮女人哪个男人不喜欢呢 是 老大 我抓俩探子 走 你们两个 知道我是谁吗 知道知道 点点大名的郭山峰郭老大 郭老大好 知道还敢来骚扰老子 我看你们是活够了 说吧 谁派你们来的 没 没人派我们来的 我们是自己来的 对 不说实话 老子一枪一个 都让你们见阎王 别 别 我 真没人派我们来啊 我们是来投奔您的 郭老大 对 什么 投奔我 对 你们哪个山头的 我们是黑风领的 我是黑风领二当家 我叫肥猫 是够肥的 你呢 我 我是黑风领三当家 屁口 既然是黑风领的二当家和三当家 那你们一定有点本事喽 说说 都有什么本事啊 我会吃 我和刘梅儿敲锁了 怪不得胡三刀完蛋得这么快 手下不是饭桶 就是偷鸡摸狗之辈 二马子 走吧 老大 您干嘛去啊 忘了 说好今天去柳林县踩点 看看有什么地方 能让咱们捞一把的 老大 他们俩怎么办 俩废物 都杀了吧 别别别别 郭老大 我有用 我也有用 你有什么用 我知道县城的 饭店和餐馆 你怎么会熟悉县城的档铺啊 我之前偷的东西 全都进档铺档 二马子 带上他们 马上出发 多谢郭老大叔叔 你以后要做郭老大 马前租 走 走 老大 挺好看 看看 你看看 你们好这儿 一看 你看 便宜了 都张铺 来 bloop 告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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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阿ießen ك 好 你 og 只익 不要 呀 林县 呀 大 那边 那边 车儿八子 咱们也住这间客栈 好嘞 走 走 走 老大 我这手就是可以吧 老大喝茶 老大 我在这儿特熟 那边有一个叫花鸡 味道特别好 这就知道吃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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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查清楚了 那姑娘就住在新厢房 而且就她一个人 就她一个人 就她一个人 太好了 简直是天助我也 飞猫 现在还早 也带你们喝酒去 走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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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大人 母亲大人 请你们的在天之灵保佑 孩儿为了报仇 没有其他办法 只有舍身嫁仇将 若是新婚之夜有机会下手 孩儿还能保住清白之身 若是新婚之夜没有机会 孩儿只能任她蹂躏 好 爹 娘 原谅女儿吧 妹妹 这是干什么呀 姐姐来了 没什么 我给父母亲上个香 希望他们能保佑我 嫁入齐家 想符合 齐家有我呢 你就放心吧 我保证你啊 嫁过去以后 顺顺利 什么 被人抬走了 对啊 刚才我吃饭回来一看 她的房间已经换人了 掌柜的说 一仗红被一顶轿子 给抬走了 什么人干的 这这这 不是老啊 看娘的 老子看上的女人 也有人敢抢 你马上去给我查 好嘞 行我这就去 肥猫皮猴 赶紧去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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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看在姐姐的面上 让你多回见 什么 你说仪仗红昨天夜里 跟踪到了玉瑶的房间外 是啊 我看她手上还拿着把匕首呢 这么说 你昨天不是在听法 而是在盯梢了 丈人们 我早就觉得仪仗红来路不正了 你说她没见过你 却一心想要嫁给你 这多可疑啊 为了大长们的安全 我不得不多留个心眼 果不其然 这爷们没安好心呢 你现在说这些 是不是为时过早了 大长们 你就不能再相信她了 快点把她抓起来 要不然这后果不堪设想 我其实是想欲求故纵 将其究竟 快点啊 来 这边 老师好 老师好 您好 您好 同学们 我们今天上的这堂课是自然课 在今天的自然课上 我们来讲一讲 最初始的人类 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有哪位同学知道 请回答 老师 我知道 方茂国同学 好 来 起立 人是哪儿来的 这谁不知道 娘生的呗 方茂国同学 每一个人都是娘生的 这没有错 但是老师问的是 人类最开始 是从什么地方演变而来的 好 请坐 好 先生 我知道 齐先生 来 齐先生 请讲 都说女娲造人 人不就是女娲造出来的吗 齐先生 你说的这个是神话 上古神话 不准确 好 请坐 好 同学们 来 我们一块来看 黑板上这张图 第一个是古猿 这第二个就是类人猿 第三个已是人类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 现代社会的人体图案 是 杀 两才兄弟 杀 变兵如此勤奋 本县长还是欣慰 这是卑职应该做的 杀 一 二 一 杀 杀 展被功面称 西昌大人 大师 杀 杀 大师 三 抱着他的老八股四处不放的 真是小瞧他 大少爷 我还听说 说什么 说呀 西昭昨天晚上不见了 鬼鬼祟祟的干什么 大声说 是 西昭昨天晚上 哪见 真的 真的 这小子 说开窍就开窍了 我家小妹知道吗 当然知道了 听说 还是大小姐亲自去的广府客栈 接的一盏红 她们三个 还一起吃的饭 太好了 这下你心里就长了一根刺 这根刺会刺得你越来越疼 到那时候 我收拾齐昭 你还会顾及兄弟情谊吗 好 老大 你这骰子 七点 好点子 好点好点 老大 你的 老大 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 北方 你 不不不不 查清楚了 查清楚了 是威胜镖局的 齐昭那些 齐昭 威胜镖局 齐威胜的儿子 对 对 就是这个 娘的 我记得威胜镖局 好像有三四十个标识吧 老大 四十个标识 配的都是西洋快项 娘的 还真有点扎手 老大 我看咱们还是算了吧 这不好惹啊 什么 算了 不是 你看咱们要是 挡个票 抢个当铺 这 妥当 万当啊 不行 只要是老子看上的 就一定要弄到手 不是 可是他们有西洋快枪 啊老大 怕什么 老虎 他也有打盹的时候 二麻子 在 你带着肥猫皮猴 去威胜镖局踩点 咱们今天晚上就动手 老大 咱真的要抢人呢 老子不但要抢人 还要把镖局给端了 老子手里要是有三四十条快枪 那就是乌鸦变凤凰 老鼠变野狼 周围那些小山头 老子平躺 二麻子 对 你们马上就去 猜点 我会去召集弟兄们 好 走走走 我会去 清雷呢 来到这里住的还习惯吗 习惯 这样子吧 明天我就请玉瑶带你上街 去买几件新衣服 清霖 这是你夜里拿来防身的吗 是啊 让夫君见笑了 样子货看上去贼亮贼亮的 其实不是什么金刚打造 这个呀只能吓唬人 没用的 来 清霖 进了齐家 就用不着这玩意儿了 我呀 会保护你的 谢谢夫君 赶快睡吧 清霖呢 你没事吧 没事 我摘耳环 哦 摘耳环呢 早点睡 明天还有事情要做 马大壮 你怎么了 诶 马大壮 你怎么了 诶 诶 你真是可惜的 我跟你又深仇大恨 恨不得将你千刀万剐 我之前与你素不相识 我也不做亏心事 为何会是你的仇人呢 少废话 我告诉你 我这次没有得逞 我做鬼都会千天缠着你 刀少爷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光婷 把这个要杀害我兄弟的女人 给我带走 你们两个 马上女人给我带我去 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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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召兄弟 你知道 这个仪战红的真名是什么吗 我知道啊 他叫陈青莲 那你知道他爹是谁吗 他爹倒是不知道 你连人家的爹是谁都不知道 你就敢娶他 他爹是谁呢 广廷 这件事情是你查出来的 你来告诉他吧 齐召兄弟 有所不知 这个陈青莲的父亲 就是当年户部银库库钉 也是因为你 他的父亲 在武门外被砍头了 原来是因为这事 陈青莲才把我当成仇家 没错 他之所以混到你府上 就是等待机会 杀你 报仇 你看我干什么 要谢我呀 我明白了 你一定在想 我为什么去查一战红对吧 你还在想 我看上的女人 后来嫁给了你 我一定会吃你的醋 一开始啊 我心里也是有点别扭 但是后来我想明白了 你是我多年至交的好友 而一丈红 仅跟我有一面之人 我怎么可能 因为一个女人 而失去我这么多年的 一个好兄弟呢 不过 也正因为是这样 她放着我一堂堂县展的正牌 夫人不作 而去做你的偏方为妾 我才觉得这事情有点蹊跷 这才让广亭去查的 放开 走 快走 快走 走 快点 进去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你听到没有 放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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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当家的 你这是干什么呢 大当家的 你让你 River 不要把那个东西 是一回公司 对一个很好的 没什么 你再拿去 那就可以做的 你再拿去 我我好准请 烦水 我好准吃 我 Dus 你们现在 这样子 那 我好 你又一 bak 我好装 你们 我真的 我好 在这个前面 我们不想说 如果我们不想去 我们不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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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去 会不会在那个偏方啊 不会的 我们俩一辈子永远在一起 真的啊 是 大当家的 有你这句话 我以后都听你的 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好 这才是您要 快来 哎 什么要谨事啊 半夜三更的 刚刚得到的消息 县长大人 和警察局长 待人拒了威省镖局 把仪丈洪给抓了 什么 仪丈洪被抓了 为什么 听说 这仪丈洪的父亲 也是当年 户布盈库的库丁 被齐昭在武门给砍了头 仪丈洪 是为了报杀父之仇 才嫁进了齐家 还有这当事 我还听说 这一战会正准备刺杀齐昭 反而被齐昭给拿住了 可惜啊 太可惜了 老天爷 你为什么不长眼 就不肯受了齐昭这个祸害呢 夫君 什么事啊 刚才管家跟我说 仪仗宏被警察去抓了 你白天不是告诉我 仪仗宏嫁进齐家做小妾了吗 怎么被抓了呀 不关咱事 睡吧 飞猫 我觉得晚上过山风靠不住 你大爷呢 当初是你要偷喝过山风的 现在要说人家靠不住 我试说吧 果然疯吧 人太担心 他那火枪 弓箭 咱们大伙人西洋快枪 你说是吧 那怎么办 要不咱开溜 再另找一家山头偷问 不行 我是不想再做山头 做狗 也要带在城里 我 城里多好 城里有烧鸡 有烤鸡 有烤鸡 有叫花鸡 烟鸡鸡 你这这叫着他吃 那你说怎么 投靠奇招 投靠奇招 你这是正经人 像他们这种上不了台面的小角色 人家可要啊 你看你看你看 说你半把娘傻 咱们手里有王牌啊 沈王牌 检举立功 好折议 肚子饿了 小儿上面 快点 好嘞 马上来啊 小子肥猫 见过大掌门 小子皮猫 见过大掌门 小子皮猫 敢问两位 我齐某认识你们吗 你们两个 为什么假冒我的老朋友 说是我请你们来的呢 肥猫 你说 大掌门 你先让外人出去 我再搞出话 他不是外人 你们两个才是外人 我可不想花钱去打发叫花子 你们两个就先出去吧 混账东西 还不快滚 大掌门 今天晚上 有土匪要打进卫生标区啊 是啊 大掌门 土匪 什么土匪啊 有一百多号人哪 回首的叫郭山峰 郭山峰 你说那个到处流窜的郭山峰 他跑到里面下来了 是 你怎么知道的 是他让我们俩 来卫生标区踩点的 对 那你们两个负责踩点 不是 是三个 还有一个叫二麻子 不过二麻子 是郭山峰的亲戚 我们瞒着他 向大掌门报信的 对 那你们两个知不知道 他们今天晚上 为什么要打劫我的 威圣雕局呢 是那个 大掌门 你抢了他的女 谁 闭嘴 不会说话能不说话吗 不是本来就是 大掌门 是这样 是过山峰的 看谁那 刚过门那个义太太 一是来抢人 二是来抢 达西方一旦 有任何人 他я抢 哥 我也是 有任何人 有任何人 你 你们两个实话告诉我 是不是过山峰派你们来送假情报的 你们这点小伎俩还想瞒过本官 柳连线上那么多商家瀑布 过山峰不去抢 偏偏去招惹威胜镖局 威胜镖局现在兵强马壮 他就不怕崩了门牙 这一定是过山峰声东击西 不不不 谢了大人 那过山峰今天晚上真的要打劫卫生妙局啊 二马子上拼猴半夜两点钟 打开卫生妙局的后门 小的以人头担保 是是 谢了大人 人头担保 你这个人头 还是蛮有分量的吧 来着 先把他们两个带下去 是 起来 跟我走 谢谢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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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吉兆兄弟 你对这件事情怎么看 这过山峰还不知道一丈红 已经被关到了监狱里面 这样最好 我打算今天晚上在威胜镖局 把这帮土匪一举拿下 要是他们袭击监狱的话 那事情可就大了 这样也会惊动你的上司 那将会有可能对你不利 关键时刻还是好兄弟想着我呀 不是我夸口 这一百来个土匪啊 火了四十个标师 无非是一个人开三枪而已 他们根本就冲不进来 哎呀 兄弟啊 此事万万不可大意 这个过山峰 是个什么样的土匪 你听说过吗